大家好,我是Chance 今天做這個Arduino的這個Project 主要是因為現在我們有這種氣球的打氣機 那這種打氣機因為它不能控制氣球的大小 吹了就直接就一直吹直到你放開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東西來講應該算是打氣機的一個定量器 定量的氣球打氣機 那這原理很簡單就是把這個打氣機的AC的電源 就接到這個Arduino的裝置 然後再由這個裝置接到電源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就可以調整它的這個 充氣的時間 比如說這是0秒一直3秒0點 比如說充到1.1秒 1.1秒的話如果當你在充氣的時候 就到了1.1秒的時候它自己就會停下來 然後它就停下來 它就停下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這顆氣球 下一次再充電的話也是一樣的大小 這個就是這個設計的初衷 然後這個東西基本上用的是Arduino Mini Pro 然後用這個Current Sensor 就是電流的Sensor ACS712 以及這個LCD1602A的這個LCD的面板 那寫下它你在控制的秒數 那當然還有一些小東西 電阻 Variable電阻 可變電阻 以及一些小東西 最重要的是下面這個relay relay就切換這個電源的開關 所以這個秒數目前的話 設定最低就0 0的時候它就不中斷 叫做一直吹氣了 那如果是一直最大的話 目前是設定到3秒 3秒鐘 那最大就吹3秒鐘 那你只要固定一個秒數 它就可以吹出相同大小的氣球 OK 這是一個Project Pump Stopper 用了Arduino做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